孙自强美丽如希,早年因主持华视举光源地授封军中情人。 翻摄自孙自强脸书,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, 今天一早,资深媒体人网上至今爆在美国洛杉矶和昔日举光源地军中情人, 华视前主播孙自强相见欢, 当年孙自强可是水荡荡的美女主播, 受欢迎程度不亚于影星林青霞。 除了孙自强,举光源地也造就一批居中情人呢。 李燕秋是第一代举光源地主持人。 翻摄自李燕秋脸书,当过兵的人, 对于在居中每周四一早的举光日要收看举光源地一定印象深刻, 尤其对于主持该节目的美女主持人,更是仰慕不已。 早在三十多年前的部队,举光源地一开始是军中老长官透过电视队官兵训话, 后来才加入美女主播单更主持, 第一代主持人是华视前主播李燕秋, 后来陆续是孙自强、王瑞玲、朱国珍、庄宇杰等美女主播。 甜美的庄宇杰也曾主持举光源地。 翻摄自庄宇杰脸书, 据了解,因为举光源地的军中情人太夯, 甚至有男性观众热情到对这些女主播展开追求攻势, 后来才演变到有女艺人加入主持行列。 进行主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